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介绍,隔热展示箱的使用教程。 在讲解之前,先介绍一下隔热展示箱的组成部分。 插片一,定位添加楼翼涂层。 插片二,添加了楼翼涂层。 测温枪,用来测试摩材表面温度。 测温针,插入箱体内,测试箱内温度。 这是隔热箱的本体。 这是使用法拉利斯加摩材制成的手提袋。 以上提到的所有部件都会存放在里面。 第二部分,隔热箱的具体使用教程。 首先,将隔热箱底部的电线抽出。 接电。 将两片插片插入箱体两侧,代标签一面向内。 测温针从箱体顶部插入。 旋钮打开电灯。 此时,可以明显发现箱体的温度在迅速提高。 将测温针对准一面插片测试,可见是37摄氏度。 测试另一面插片的温度,惊人的发现只有31摄氏度。 原来该插片是添加了楼翼图层的面料。 最后,我们打开手提袋,将所有部件都放进去。 拎起手提袋,带去见客户吧。 测试,晚了。 què? 还有3 gerne插片 Somehow,我把她 clipal开。